太空船緩緩升空 全球首富貝佐斯 乘著自家的新洩波德號火箭 飛向太空 大約11分鐘後成功回到地球 創下全球首艦 無駕駛且所有乘客 都是平民的太空之旅 這次航行如預期飛越卡門線 也就是國際航空機構定義的 大氣層與太空的界線 之後到達地表100公里以上的高空 而與貝佐斯同行的三乘客 全都不是飛行員而是平民 包括貝佐斯的弟弟馬克 82歲的女性飛行員先驅逢客 以及18歲高中畢業生代盟 最後這兩人分別成為 前進太空歷史上最年長和最年輕的人 四名乘客經歷約4分鐘的無重力環境 得以解開安全帶離開座位漂浮一陣子 同時享受腳下的地球景致 即英國富豪布蘭森搶先貝佐斯九天登上太空後 貝佐斯是第二位登上太空的富豪 而SpaceX創辦人馬斯克則預計在九月進行一項野心更大的太空航程 全球富豪搶攻商業太空大餅 根據統計 商業太空市場預計將在2031年前達到25.8億美元的產值 約和新台幣724億元 不過隨著太空旅遊產業興起 部分科學家擔心太空飛行會留下大量的碳足跡 空引發環保爭議 中央社綜合報導